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项道教服务 据我所知的 基本上都有 自己是参加了师兄师姐代官 原本在事业上感觉很不顺 经过调理之后 自己所经营的公司也慢慢步入轨道 即便受到疫情影响之下 整体的营业额还是比代官之前来得要好 做了好几年的房纵 一直都不是太顺利 也到过无数的大庙 宫庙参百 但业绩总是无法提升 在网路上看到线上代官的介绍 可以帮人改运补运 我便报名线上代官试一试 经由师姐代官调理了约半年 我开始感觉到有很多贵人出现 也让我在案件上进行得很顺利 感谢众神尊 感谢老师 以及师兄师姐 工作是服务业 工作上总是不顺 也在工作上常有小人阻碍 朋友介绍来到桃圆无极慈善堂 报名师兄师姐代官员成功 经由师兄师姐代官问世 点出了一些工作上所需注意的事项 神明条理加持后 工作上慢慢的越来越顺利 也远离了小人的阻碍 环境整洁舒适观灵中师兄师姐 引导我进入完成宫看客厅 主院厨房及房间都有看到 最后还请声明帮忙加持 体验很成功 我下次还会再来体验 本身身体方面比较偏弱 朋友这边介绍我到无极慈善堂 师姐提点到我的缺点 确实是我平常身体方面比较偏弱的地方 也和我这边解说 如何解决身体方面的问题 慢慢的恢复调理 我的身体越来越好转 不再是以前病奄奄的我 感谢无极慈善堂的师兄师姐们 感谢无极慈善堂的师兄